森仙和唐修修都在看戏 见方尘指向自己不由的一愣 我们 森仙冷笑一声 道 人族 你是想要指使我们 还是说 是要挑衅我们灵溪宗 碰 另外一边院落的大门被震开 都在单独院落的灵溪宗弟子纷纷出现 很明显 方尘刚刚的举动 那就是在挑衅他们 可当他们望向院落时 众人却是眉头一皱 只见院落当中 倒下数据尸体 皆是长相交好的端木家侍女 看他们死去的凄惨痛苦模样 很明显是在临死前 遭受了非人折磨 甚至还有一个懒注意侍女的嫩腰 只是他那漆黑的手几筋 深深嵌入其肉中 任凭侍女如何求饶他都无动于衷 见不少人族修士望向自己 他更是宁笑一声 猛然用力手手皆插入腰中一拉 无数的长子被拽了出来 如此一幕 让不少人族修士轻轻爆起 这是把他们人族当作是玩具了 那青年见人族修士望来 也丝毫不在意 随即将尸体一丢 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院落因为有阵法原因 并没有人敢知道 森仙也没想到 这些家伙在里面居然这般玩 但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至少在这里 还是要给他们面子的 唐修修却是颇为不满 不过同样并未多言 方尘见此一幕 神色冰冷到了极点 灵溪宗修士手接从房间当中踏出 他们尽管玩得很惊险 但外面的风吹草动还是十分清楚 一人走到方尘面前 神色不善 你想挑衅我们灵溪宗吗 方尘未答 反问 这些人都是谁杀的 怎么 你还想要给那些玩物报仇不成 一位青涩皮肤的青年 轻蔑地盯着方尘 尽管他修为仅仅在宗师六重 却是丝毫不惧方尘 人族武作天骄又如何 他的身份就摆在这里 方尘敢动手 那他也必死无疑 其中有两个是我杀的 不过你放心 我没有守接杀 而是一点点地划破他们的血肉 从上而下 他们叫得可凄惨了 他宁笑 挑衅着 似乎那不是人命 而是玩物 其他动手的灵溪宗弟子 也纷纷开口 我也杀了 你能咋样 还有我 我也杀了 你又能如何 方尘望着那些开口的人 点数到 一 二 三 总共五人 还有其他人吗 点那么清楚干嘛 难道你还真想杀我们不成 我好怕啊 怎么办 怎么办 青浮男子 故作恐惧的模样 瑟瑟发抖 哈哈 其他人见此 皆是哈哈大笑 丝毫不把方尘放在眼里 哪怕他刚刚杀了人 青浮男子似乎觉得还不过瘾 用手点着方尘的胸口在道 让你动手你 都没这个胆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还是说 你是软的 或者是没有 连男人都不是 说话的同时 他的手越发用力 其他灵溪宗弟子 见此街再度嘲笑不及 人族舞作天骄又如何 在他们面前 也只能乖乖受辱 这就是地位带来的差距 端木清风凝笑道 哼哼 得罪了灵溪宗 我倒是要看你怎么活 人族中也有不少人觉得 方尘这一举动 愚蠢至极 居然想威胁灵溪宗 如果真的惹怒了他们 那此次端木世家 所做的一切 都会功亏一篑 现在给我跪下 我心血还能饶你一命 否则我将此事 禀告宗主 道师不仅你要死 你人族也得跟着遭殃 他傲然道 这位道友 这人就是个傻子 可和我们人族 没有任何关系 我建议那 让我跪下 从你胯下钻过去吧 端木清风喊道 满脸得意地盯着方尘 哈哈 灵溪宗众人皆是大笑连连 嗯 这个不错 那就这么做吧 那灵溪宗弟子连连点头 对方尘喝道 快点 跪下 钻过去 方尘望着近在咫尺的 亲夫男子 淡淡说道 你是在说自己吗 说完他猛然伸手 捏住亲夫男子的头颅 那男子瞪大双眼 没想到方尘居然 真的敢出手 你敢 他还想要放狠话 但方尘猛然用力 喷的一声 将他头颅手接捏爆 紧剩下的身体扑通一声 跪在方尘面前 耳后瘫倒在地 青色的血液流出 侵蚀了整个地面 寂静 全场一片寂静 不管是灵溪宗 还是人族修士 都被方尘所深深震撼到 他 他居然真的动手了 但对于众人各异的目光 方尘神色平静 淡淡开口 还剩下西个 此话一出 全场众人再度震住 他还想要继续杀人 灵溪宗弟子 更是被吓得连连后退 深怕方尘对他们动手 至于报仇他们 是想都不敢想 死到有不死平道 对方死了 那他们的感情 就没有那么深了 碰 森仙站起身 冷冷地盯着方尘 胆敢杀我的人 你好大的胆子 话音落 灵海静溪重修为爆发而出 向着方尘压下 今日 你若是不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 死 他喝道 众人见此一幕 神色各异 有怜悯 幸灾乐祸 惋惜 冷笑 愤怒 嘲讽 应有尽有 呵呵 这傻子死定了 要说最开心的 莫过于端木九修 和端木清风父子 这一杀方尘 必死无疑 师兄 杀了他 绝对不能放过他 让他给梁师兄陪葬 让整个人族付出代价 知道我们灵溪宗的厉害 灵溪宗弟子 纷纷喊道 一副恨不得将方尘 大卸八块的模样 方尘神色平静 淡淡说道 解释 只能他们杀人 还不能让我杀他们了 那不一样 森仙道 不 一样 方尘道 森仙明白多说无意 手中灵光转动 一柄长枪出现在手中 既然你可以杀他们 那我也可以杀你 对吧 他道 当然 方尘没有否认 道 我既然杀了他们 那就做好被杀的准备 但你不敢杀我 我不敢 森仙哈哈大笑起来 但很快 脸色又沉了下来 那就看我敢不敢 说完 他长枪一舞 就向方尘杀了 同时道文展现 顿时方尘西周空间凝固 动弹一下都十分困难 不仅如此 西周空间迅速旋转起来 化作漩涡 将二人手接封锁其中 领域几成此刻 就算是林海静后期大能出现 没有个一息时间 也无法破改 但一息时间 足够他杀方尘十次 方尘暗叹 林海静中期强者 果真不是现在的他能对付的 一旁的紫薇仙人 眼中闪过一抹犹豫 但最终还是没有动手 这个麻烦太大 他并不愿意为了方尘而沾染上 至于其他人足大能 更是没有人打算出手 他们与方尘没有任何交情 何况他得罪的 还是林西宗 也就在这时 领域几成 森仙也挤到方尘进前 一枪洞穿而去 这一枪在靠近的刹那 宛如凭空消失般 不见踪影 但方尘能够感觉到 死亡般的威胁 这一枪足以让他避命 对此他丝毫不惧 在运转生死轮回到的同时 手中光芒闪烁 一个印章出现在了手中 手接晾在森仙面前 森仙本以为是什么防御法宝 可当看清印章和上面的独尊二子 他身躯一颤 脸上满是惊骇 意识到什么的同时 枪身硬生生一抖 枪间从方尘右侧洞穿而过 从漩涡中冲出落的一处假山上 巨大的假山轰然坍塌 枪威依旧 连续破开树面墙 这才缓缓停下 好灵力的一枪 此枪灵力之道 几乎达到神闻境界 众人惊呼连连 不少大能 更是给这一枪很高的评价 而如此一枪下 只怕漩涡当中的方尘 必死无疑 可惜 漩涡在他们 也无法探查出里面的情况 森仙盯着方尘手中印章 片刻之后才开口道 你是独尊天宗的弟子 方尘未答 反问道 这还没办法证明吗 森仙眉头紧锁 此印章几经说明 方尘就是独尊天宗弟子 他也不相信 方尘敢造假 毕竟 这可不是死就能够解决的事情 而且 如今人族正处 争顶气运昌盛之时 独尊天宗来收弟子 是十分正常的 但要真是如此 那今天之事 就没有那么好过了 独尊天宗 可是顶欲顶尖级别的大势力 可不是他灵溪宗 所能够招惹的起 那一枪要是真击中 很有可能会让灵溪宗灭宗 独尊天宗 可是出了名的户短 谁动其核心弟子 谁就死 这就是你的底界 他问 算是吧 方尘并未回答 就算你真是独尊天宗弟子 又如何 杀了你独尊天宗 闹起来 也会不了了之吧 他诈道 你要是这般认为 尽可动手 我无所谓 见方尘懒散模样 森仙心中一叹 明白自己拿他 没有任何办法 他也只能认栽半地问道 所以 你想干嘛 很简单 我需要你的配合 方尘首接说出要求 配合 什么配合 那就是听话 方尘道 让我听你的话 不可能 森仙想都没想 守接拒绝 你似乎是误会了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是命令 你也可以试试不听 其他我不敢保证 但让你们灵溪宗 伤筋动骨 我还是能够做到的 说完 他向着漩涡外走去 森仙没有怀疑方尘的话 独尊天宗 要灭他灵溪宗 或许男弹要伤其耕骨 却是举手投足即可 现在 他还真拿方尘 没有任何办法 与此同时 方尘踏出漩涡 当众人见到他平安无事时 都是一阵 他居然还活着 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那一族是干什么吃的 端木清风忍不住怒道 端木九修也是这般认为 只是他忍住了 端木年神色倒是平静 只是望向方尘的目光 依旧冰冷 方尘注意到他们的目光 淡淡说道 我没死 是不是很意外 放心 接下来才是好戏开场 下一刻 森仙也走了出来 漩涡也在这一刻彻底消散 二人并肩而战 不像是死敌 反而像是好友 这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里面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这二位突然停止干戈 灵溪宗弟子 见方尘安然无恙 也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满地说道 师兄 你怎么没动手 杀了他啊 是啊 杀了他啊 一个人足天才而己 杀了他们又能如何 在他们眼中 人族武作天骄 又算得了什么呢 闭嘴 森仙喝道 但他又不敢传音 告知他们方尘身份 独尊天宗的规矩在哪 只要弟子不怨 其他人皆不能暴露其身份 一旦暴露 那就是坏了独尊天宗的规矩 没错 独尊天宗的规矩 就是这般霸道 就算你不是宗门弟子 也必须遵守 否则死 而跟他来的都是宗内 养尊处优惯了的弟子 他可不相信 这些会到处惹事的家伙 能够隐藏秘密 他将手中的长枪收回 知道方尘要的是一个态度 于是拱手道 道友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多有冒犯 还请见谅 道友你也没有任何损失 不如此事 就此作罢如何 此话一出 这可把全场不知情的众人 看得一愣一愣 啥 森仙居然想和方尘讲和 师兄 你可要为师弟报仇啊 是啊 师兄 不能饶过他 灵溪众弟子 更是连连喊道 满事不甘 但森仙没有理会这些家伙 而是小心翼翼地望着方尘 见谅 作罢 方尘只向那些死去的侍女 冷冷道 好啊 一命抵一命 谁杀的 谁抵命 这那些只是侍女 在我眼里 他们是人族 是同胞 我可不会像某人般 将自己的同族 送给他人玩弄 这话无疑是再点端木世家 也让端木久修的脸色 越发难看 但落在那些侥幸 活下来的侍女耳中 方尘如同是旧侍主般 他们是家族中 最为卑贱的玩物 却没想到 耀眼夺目的天之骄子 竟然肯为他们的姐妹报仇 那你想要如何 森仙问 当你杀人时 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 你要杀我那一枪 我不会追究 但他们已经杀人了 那就必须死 所以 这西人得由你来杀 方尘道 此话一出 全场皆是愣住 由森仙来杀 那方尘莫非是疯了 这是没被杀死 被吓傻了不成 端木清风冷笑 星宫上人和紫薇仙人等强者 却是眉头一皱 隐隐感到几分异常 这方尘不简单 刚刚在里面 必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森仙神色阴晴不定 灵溪宗弟子反应过来后 冷笑连连 那杀过侍女的 其中一位男子嘲讽道 剑忠 那是我们的师兄 怎么可能会听 你个傻子的话 他又对森仙道 师兄 杀了他 我们可是你的师兄弟啊 区区一个低贱的人族 杀了不会有事的 此话一出 瞬间点醒森仙 是啊 区区吸个弟子而己 杀了宗主 也不会怪罪自己 毕竟为了吸个弟子 而招惹独尊天宗 这是十分愚蠢的决定 想到这 他眼中闪过一抹狠骂 手中长枪猛然握紧 气势大涨 众人见此一幕 以为对方要对方尘出手 可是 让他们错愕不及的是 森仙却是调转枪头 对着之前 说虐杀侍女的西人 动穿而去 那西人修为 皆在宗师镜 哪里是森仙的对手 连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就被森仙动穿胸口 在临死前时 他们脸上有错愕 也有震惊 更有的是对森仙的怨恨 但最终弃绝时 一切怨气化为虚无 全场寂静无声 没有人想到 森仙竟然会出手 杀自己的童中弟子 师兄 你在干什么 一女子尖叫道 觉得森仙疯了 但森仙并未理会他 而是望向方尘道 这样可以了吧 方尘微微一笑 却是摇头 不够 不够 你还想要怎么样 森仙眼中闪过一抹木翼 方尘没有回答 而是走到西人尸体前 按住他们的天灵盖淡淡说道 正好 我很缺灵魂 说完他发动轮回之力 将西人的魂魄 尽数收入体内 见此一幕 森仙怒道 阁下 连灵魂都不放过 未免太过分了 过分 或许吧 方尘也并未否认 不过他并未因此停止 对于异族修士 过分些就过分些吧 疯了 师兄他疯了 唐师妹师兄 他疯了 灵溪宗女子尖叫的 对着还坐着的唐修修喊道 唐修修目光自始至终 都未从方尘身上离开 文言他淡淡说道 你才疯了 听师兄的就没错 尽管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但师兄这么做 一定有原因 他更加好奇的是方尘 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师兄这么听话 灵溪宗弟子 不敢置信地望着森仙和唐修修 不过他们也意识到 眼前这个人族天骄的身份 必定不简单 不仅是他 其他人族修士 也都反映过来 望向方尘目光 除了惊骇 还是惊骇 好了 方尘不在意其他人的目光 做完这一切后 他伸了身懒腰望向森仙 道 现在你可以告诉端木老家主 白雪你还带不带走了 森仙心中恨死方尘 却又拿他无可奈何 好了 解决了此事 那就该解决下一件事了 他望向端木年 道 端木家主 这婚约 你还要退吗 要退吗 此话如同雷音般 在全场所有人的耳中回荡 区区宗师静西虫的方尘 居然敢威胁顶尖势力端木世家 这在以前 是他们想都不敢去想的 但现在 就发生在他们面前了 端木年惨白无邪的脸色 越发阴沉 端木久休 更是怒意汹涌 恨不得将方尘大卸八块 自己煞费苦心 才准备好了眼前的一切 对方说 不要就不要 要知道 为了登上这家主之位 他连自己的亲弟弟都杀了 此事不成 他就成为天大的笑话 至于稳坐家主之位 那就更不可能 想到罪魁祸首是方尘 他就越发的愤怒 对其的恨意和杀意 也是越发之浓 退又如何 不退你又能如何 真以为就凭你 能够威胁到端木世家不成 他喝道 方尘神色平静 淡淡说道 退 你下台 同时端木世家 将会遭受到灵溪宗报复 不对 你下台 端木世家无事 你以为灵溪宗是你的吗 你就是个 从满荒的来的下贱杂主 还想威胁端木世家 端木清风忍不住开口大骂 他又对森仙道 森道友 不管这家伙说什么做什么 再人尽此事 就由我爹说的算 你不用怕 森仙文言 道 哼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说这话 话音落 他的威压 化作一柄长枪 手接将端木清风轰飞出去 狠狠栽倒在地 砸出一个深坑 端木清风也连喷漱口鲜血 脸色惨白无险 森仙将怒火都撒在了他的身上 这一下 只怕他得躺个一年半载 清风 端木九修连忙跑过去 扶住端木清风 并立刻为了几枚丹药 但看到儿子伤势严重 怒火中烧得盯着方尘 好像是方尘动的手 而并非森仙 森仙并不愿意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他对端木年道 端木老家主 这端木白学 我不带回去了 至于他与方道友的婚约 你最好乖乖做 否则不仅是我灵溪宗 某些你们端木世家 得罪不起的存在 也会出手 这是威胁 更是警告 全场沉默无言 大多数人还都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一下子 方尘就从烈士手接 变成了优势 为何连灵溪宗 都要站到他这一边来 爷爷 你就答应方哥哥吧 相信方哥哥 有他在和灵溪宗的恩怨 也能够解决掉 端木白学渴求地望着端木年 正是因为方尘独尊天宗弟子身份 他才敢这么做 也能让大伯从家主之位上下来 而这一切 只要端木年答应 不行 可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 虚弱的端木年 却是质地有声地 说出了这两个冰冷的字 众人一正 不管是方尘 森仙 新公子卫等大能 皆是愣住了 拒绝了 端木年居然拒绝了 他冷冷道 今日老夫在此 等诸位宣布 孙女端木白学 和方尘的婚约作罢 不可能再有恢复的可能 谁来都一样